兄弟们 只要搞点宵夜 吃起吧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哈喽哈喽 幸运人 现在是晚上的凌晨一点钟 我们还在蹦蹦的街头巷尾游荡 因为刚刚去小酌了一下 然后我现在找到一家 他们说好吃的假串店 这家假串店我之前有点个外卖 他们Let's go 我的朋友们 吃货 多么的努力 凌晨一点还出来找吃的 假串都可以选是吧 好的好的 这个店的那种氛围感 就特别像那种 Omakase的感觉 感觉特别棒 我就随便拿一点打打嘴 这边还有一些小酒 麻烦你帮我拿哈 要办 再拿点酥的吧 OK OK 差不多了 就这么多 两个锦衣炸鸡 然后再给我两份新拉面 我喜欢 好 谢谢 酷酷一顿点 马上酷酷一顿炫 凌晨一点了 谁说笨不没有夜生活 好 就这个锦就五四个吧 有次直播的时候吃 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咱就来了 老板长得也很板着 蹦步很有名的鸡翘 也叫鸡美丽 也很好吃 它的装修和盘子 还都挺有特色的 摆盘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 有小竹子 一点多钟还有人点完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蹦步真是个吃货的世界 给了四种酱 辣酱 甜辣酱 然后辣油 然后咸酱 这个酱可以自动续的 我唯独点了两个素的 一个是藕 一个是茄子 意思一下 会素搭配 手工串还可以 它串看起来好干净 龙虾确实要缓一缓 我兄弟们 这个夏天就 龙虾告一段落 来年再战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好烫 论助理的重要性 这个鸡烫得就没法下手 小蛋就把我撕好了 还嘞 我辛辛恋恋的辛拉面 就是这个宝宝们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两个短短的鸡蛋 就是我特别想吃的 老板跟我说 无菌蛋没有任何问题 它是个鸡蛋 我太爱了 鸡蛋是补洋气的 我每天吃个鸡蛋 好烫 好烫 校夜一定要大家一起吃才快乐 很多人马上不睡觉 做到吃东西的 这个鸡也可以蘸这个 蘸这个酱鸢 看它出来很干净 然后我觉得这个鸡肉也挺香的 辛拉面我喜欢吃 尤其那个糖辛辣 一定要点两个 烤适成双 这次在蹦步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果 就是五斤肉 你们可以看我一期一期视频 我的脸一点点变大 一点点变大 在这个城市你就哭哭泉啊 你想什么呢 辛拉面吃完了 我都吃了有点呆了 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零食 一般这个点我都要睡觉了 只是我没有 因为一个吃货 该吃饭的时候 顶着困意都要吃饭 OK了 兄弟们 那可以你吃差不多 说实话我开始是困意蛮浓的 然后我吃完这个串之后觉得 还是可以的 一下觉得特别棒 而且老板忙得热火朝天呢 老板长得挺帅 生活就是归于本质 男生好好赚钱 为了让家庭过得更好 然后更爱老婆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那个爱你们的男生 男生好好赚钱啊 好好疼自己的老婆 点赞关注 没事不能录 我们希望接受每个城市的味道 这个小炸串蛮好吃的 好了 拜拜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